为在加拿大东岸的慈祭多伦多知会 以及慈祭北多伦多联络点 是分别受到加拿大移民局的邀请 为在地即将入籍加拿大的民众 在金斯堂举办公民宣誓典礼 入籍加拿大这是52位新公民期待已久的时刻 也是慈祭北多伦多联络点成立两年多来 第一次主办入籍公民宣誓典礼 含泪落泪是因为温馨 因为感动 一对夫妻成为公民的第一天 也报名参加职工 而已经和移民局合作多次的慈祭多伦多知会 适逢成立21周年 也受邀举办了七场公民宣誓 无分别心地爱从接触的第一课 慈祠祭就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总共600位加拿大新公民 不但成为加拿大一家人 也成为慈祭一家人 大爱新闻之社美之工 加拿大报导